大家好,我是美惠,欢迎您持续锁定MKC新闻 今天要带您锁定的主题是 如何办理与顾客同乐的现场活动 在现今台湾的百货零售业 除了商品销售之外 也常常举办各项即刻的活动 以吸引顾客上门 借由鲜明的主题、活动包装、魅力商品、优惠活动等等 配合讯息强力放送 引起顾客的兴趣进而参与消费 达到买卖双赢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针对现场即刻的活动 统整常见的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是活动的规划欠佳 如果活动办法、时间、地点、交通方式 对参与的消费者是不便利的 那么活动便难以执行 另外一种则是活动办法规范不清 说明文字不易了解 模拟两可不明确 造成活动推出的时候 可能无法吸引消费者热情踊跃的来参加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讯息的曝光不足 在活动推出的时候 需要配合平面文宣、媒体管道等进行讯息的宣传 但时常因为讯息曝光的时间太晚 讯息传递管道不足 文宣品数量太少 再加上发送目标对象是错误的 而造成消费者不知道这项活动无法聚集活动人潮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无法掌控现场 在活动举办的时候 最难以掌握的就是现场活动的执行 由于执行单位现场的变数太多 如果主办单位对于活动执行的熟悉度不够 处理临时问题的应变经验不足 将引起活动的失控 群众不耐烦等等的一些问题会衍生 第四个问题是顾客的预期落差 由于活动内容规划与包装的时候 会以耸动的标题 商品又会等即刻诱因吸引消费者来参加 可是当民不服时期望落空的时候 则会引起活动现场的一些纷争 甚至造成顾客抱怨 不仅没达到活动的效果 反而赔向了企业的一个形象 那么如何把活动办好呢 除了完善的这个事前规划之外 还需要掌握以下三项的这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诱因的提供 应该要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来思考 为什么要来参加热项活动 以此为思考 进而设定加入即刻诱因 如好康赠品 商品折扣优惠 限量纪念品等等 使顾客参加活动 可以超出本身付出的一些成本 甚至高出预期是可以很多的 那么第二呢 是讯息的权地 在订定本次活动的目标对象之后呢 需要运用合适的宣传方式 在活动前释放讯息 吸引人潮前往参加 而最精准的方式就是掌握顾客的资料 以电话通知 讯息发送 EDM发放 平面DM即发等等 那其次呢 只是一对多的方式 例如透游户外广告 车厢广告 平面媒体广告 以及电视广告等等的方式 来进行公开的宣传 以及扩散 那么第三呢 就是气氛的营造 通常最重要的项目就是活动的主持人 活动音乐 还有场景的布置等等 那主要就是要营造出一个主题的一个现场 来到现场就像是其中的一份子 当顾客的情绪与活动可以产生共鸣的时候 那么就是成功活动的一个开始 那除了以上之外呢 我们也提出了以下的几点建议来提供给各位做 这个办理活动的参考 首先呢 是讯息的传递呢 大概是要在活动前两 前两个星期 就是前两周就要开始 并且呢分为二至三个波段来进行宣传 以维持顾客的记忆 第二是活动要因要以可以现场取得 现场享受为优先 同时可以活动中搭配有奖 争达互动游戏等等的活动 来赠送精美的小礼物 第三是场地配置 主要是以面对面的方式分成表演区 观众区 以可以及时活动为原则 再依活动属性如新品发表会 美容美法示范 商品竞标会等等 来进行各区的一个规划 第四是现场布置及文宣品的一个指示 除了活动会场外 因于周遭的地区 往来交通等等的一些路线 张贴方向指引交通海报 以及活动的旗帜等等 使顾客可以清楚的知道 他们应该要行经的路线 第五是活动开始前 现场的工作人员应该要引到往来的来宾 这是座位区或者是排队的路线就座 那当活动开始的时候 现场工作人员应该要保持动线的一个畅通 并引导围观的来宾至观众区 第六是如有临时的这个节目取消 或者是时间延误 应该由主持人立即进行说明安抚 并提供替代的方案 以及补救的一个措施 例如上参加的一个小赠品 或是折扣优惠券等等 第七是事前应该要召开工作小组会议 讨论分工 进行流程并准备配套方案 如替代的赠品 雨天备案 客宿处理方案 预备活动等等 那么其实呢 现场极客活动就是一场盛会 把顾客当成是我们的好朋友 如何把活动办好 除了基本的原则之外 剩下的就是事前的详细规划 多以参加来宾的角度来进行设想 以模拟方式来试行 发掘规划不周的地方 并进行改善 就能成功办理所有的这个现场极客活动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美慧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再会